你们尝尝,我这个国服可好吃啦,咦,你那个牛肉干不错,给我来点 魏无羡和师兄弟走在一块儿,很是大方地分享自己的零食,当然别人手里的他也不会放过 蓝氏的弟子,涉于韩光君在前面,一个个畏首畏尾,只敢悄悄地与魏无羡低声交流 大声喧哗,可是姑苏蓝氏的大忌 蓝湛目不斜视地走在前面,心思却一直放在魏无羡身上 他的少年,生气了,不想理他 从姑苏到宜林,一路遇见而来,魏无羡都与师兄弟在一起 若非那一身与蓝氏相服格格不入的黑色衣衫 别人一定会把他当作普通的蓝氏弟子 这也不怪魏无羡,都是他家不靠谱的蓝二哥哥 在帐篷中体验了不一样的感觉之后,一发而不可收 一连两晚在后山度过 师兄,你和韩光君吵架了 穆子西等人,受魏无羡的影响,并没有觉得这个地方有多么可怕 都不曾留意那些怨气和戾气 总是有意无意的在他们上方盘旋徘徊 没有啊,我们为什么要吵架 只是单纯的不想理,想亮着那个贪得无厌 所求无度的人 你以前不是最喜欢缠着韩光君 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们今天是来干正事 我哥是代替大哥而来 你们看看,其他世家的弟子,哪有和宗主走一块的,不都是根? 这个理由看起来似乎是言之凿凿,天衣无缝 可兰师的弟子,见惯了魏无羡在泽吴军和韩光君身边上蹿下跳 摸爬滚打的模样 师兄,这么说,你自己信吗? 众人说说笑笑,并不曾留意已经来到乱葬岗的腹地 这里,不像是有人生活过的痕迹 是不是,消息弄错了 众人在浮魔洞内转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 地上鸡灰相当平整 没有人踩过的痕迹 就算是当年的怡灵老祖,也是需要吃喝和休息的 这乱葬岗,可不止这一个山洞 魏无羡足尖点地,纵身一跃 跳到浮魔洞门口旁边的大树上 这棵树,不知道活了多少年 在记忆中,有一段时间 自己就常常一个人坐在这棵树上 神思恍惚地用陈情抒发自己当时的心情 千头万绪压在心头 千言万语只能沉默 所有的深情,痛苦,无奈,惆怅 都化作了一曲曲吹着 这是,魏无羡脚下的枝鸭上 有一处明显的人为痕迹 树皮异常光滑 仿佛有人时常坐在这里不停地用手摸缩 会是,谁呢? 可如今,放眼整个修仙界 对怡灵老祖念念不忘的也就两个人 一个是自家哥哥,另外一个就是江城 江城来这里堵物私人,绝对不可能 而自家哥哥这十多年一直伴随在自己身旁 自然也不可能 不过,应该是有非敌 魏英 蓝湛立于树下,抬头看着树上那个灵动的身影 哥,你上来,给你看个好玩的东西 哥,你上来,给你看个好玩的东西 魏无羡白白小手,示意蓝湛到自己身边 这是自家宝贝今天第一次主动呼叫自己 蓝湛起有不答应的道理 魏无羡话音未落 那个仙尘不染的脚脚心 就轻飘飘地落在他身边 哥,你看 顺着魏无羡手指的方向 蓝湛也看到了那片异常光滑的树皮 谋色不由的微微一沉 一定是有人,长时间在这里反复磨缩 才会留下这种痕迹 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会是谁呢?是谁,孤身一人待在乱葬岗还能安然无恙 又是谁,时常在此平调,想念一个人 看痕迹,还很新鲜 若是年代久远的痕迹 树皮不会这样光滑 这里,曾经住过的人 除了魏无羡就是温氏的那些老弱妇孺 这个人,想的是谁 便念的又是谁 当年温情 温宁姐弟被错骨扬灰 温氏的那些老弱妇孺惨死在仙门百家手里 自己在这里近户疯狂地找了三天三夜 除了一个高烧不退的阿苑 什么也没有找到 莫非,当时还有人漏网 这,怎么可能? 若真的有人侥幸存活 为什么不去找仙门讨要这些海深仇 就算平调一个人 为何不在地面 烧钱只供奉 而是在这里堵物私人 曾经,自己也曾无数次到过这里 也曾在浮魔洞留宿 若是真的有人在此祭奠平调 为何自己一次都没有发现 重点是 为何最近才出现 莫非 这个人 和有关怡灵老祖的传言有关 蓝战台谋与魏无羡对视 彼此点点头 心有灵犀之人 又何须千言万语的赘述 将于带人掌了一圈 回到洞外 一抬眼就看到 姑苏蓝氏的韩光君 正陪着自家小徒弟站在树上赏景 这个 真的是气度雍容 雅正端方 肇事如珠的有匪君子韩光君吗 韩光君 上述 这也 太惊悚 荒妙了吧 那个魏小公子 顽皮跳脱 上述爬墙也算正常 可是 一言一行都像是尺子凉出来的韩光君 居然能做出这样离经叛道的事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 韩光君 我们把附近都找遍了 也没有发现任何人活动的迹象 好歹江鱼也是一方世家的宗主 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 不管蓝湛有没有看到依旧一板一眼的一首歌 蓝湛搂着魏无羡的仙妖 从树上飞下 以美飘飘间飘然若仙 可否是遇见而来 或者这又是一个噱头 只为把我们引诱到这里 然后瓮中捉鳖 为无限脚衣粘地 即刻重规重矩的以礼还之 我们这么多人在此 就算真的是一灵老祖重生 也不可能将我们一网打尽吧 将于回头打量了一下 熙熙攘攘的众人 为自己加油打气 就是底气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足 正面交锋 胜负难料 可若是 有人背后使诈 俗话说 鸣枪易躲 案件难防 比如 下毒 啊 啊 魏无羡话音未落 远处就传来接二连三的惊呼声和受伤吃痛的哀嚎声 众人面面相去 随即抬脚往声音传来的地方奔去 魏无羡远远的 就看到一抹黑影 以极快的速度窜入群栏叠杖的大山深处 那速度快到 魏无羡几乎以为只是自己的一石眼花 就算是遇见飞行 也不见得有这么快 这 真的是正常人类可以达到的速度吗 什么情况 你们碰到了什么 地上四仰八叉地躺着各个门派的弟子 看起来伤得不轻 先去 救人 蓝氏的弟子 一直跟在蓝战和魏无羡身边 很幸运地躲过了这一次伏击 听到自家韩光军吩咐 连忙纷纷上前救治伤员 幸好 所有人皆是外伤 虽然疼痛 但不会致命 天边 压顶的乌云滚滚而来 乱葬岗沙时天昏地暗 先行一步的风中 已经夹杂了凉丝丝的羽翼 有什么话 到洞里面再说 先把伤员抬进去 这语可是说来就来 将于临危不乱 迅速组织人有序往地扶魔洞里撤 蓝战和魏无羡前脚刚踏入扶魔洞 后脚大雨倾盆 说说吧 你们到底被何人所伤 等众人包扎完毕 看着地上淒淒惨惨的残兵败将 魏无羡实在是有些无语 从听到声音到众人感到现场 也不过几个呼吸间的事 居然就有这么多人受伤 简直是岂有此理 魏公子 那 那人 好像不是人